5月25号 我们接到一个水晶城 这边有一个大姐 她自己是在五楼做生意的 她开了一个卖场 她到我们这来帮我说 她自己早上晚上清点过衣服 发现少了几件 我们每个月是在谈的 但是这种小朋友 坐船的时候 坐船下班以后还回来 监控显示 23号晚上10点 一名男子在商场六楼出现 之后来回在通道行走 半个小时后 男子出现在五楼 附近摆放着几排衣服 见周围没人 男子从内侧进入摊位 还猫着身子 也像跟进了摊位一样 当时现场人也差不多了 边上也没有保安 也没有类似巡逻人员 自己在里边悄悄的 还挑了接近20分钟 有四件 然后那个是上衣两件 还有下衣是两件 晚上10点55分 男子乘电梯离开 通过监控追踪 民警发现 他经常在辖区一个网吧出现 这个也不好把握 他什么时候在 然后后来又在一次的时候 我再过去再看一看 刚好他又在这个地方 还在睡觉 而且身上的衣服 刚好是他丢失的 发现他看见的手机里边 每一次盗窃 都会有OK的字样 就是表明在这里 是做过案的 这个是我们发现 也是比较搞笑的地方 那比如说 他在这个地方偷过 就某某某商场 或者说某某某几楼哪里 那偷了衣服 什么什么什么啊 每一次盗窃经过 男子都通过自己 给自己发短信的方式 记录下来 民警一看 背道的衣服就在其中 另外还有年糕 花生 鸡爪 雪碧等等 男子没有固定工作 杭州人之前有多次盗窃前科 这次偷的衣服价值几百元 他自己告诉我们 就是说他自己是天着 没有衣服穿了 然后自己就产生了 这么个想法 然后自己也是 有盗窃前科的 目前公文机关 已经将男子行政拘留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